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Swift UI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取得系统数据 at environment 对吧 我用语发言还行 是这样 iPhone或者iPad 或者说MacOS里面 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 全局的系统级的一些个数据 咱们可能在开发咱们自己应用时 有可能咱们需要读取一些个系统设置的数据 来完成咱们画面上的显示效果 对不对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 咱们如何在iOS 在iPhone中咱们读取一些个系统数据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是这样 今天我不给您想演示多如牛毛的系统的数据 都该怎么取得 每个系统数据都是干什么的 不 我只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读取系统中的颜色模式 一般来说 咱们一般都会分为两个颜色模式 一个是亮模式 一个是黑暗模式 暗黑模式 对吧 今天咱们就实现一下这个效果 好不好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这是咱们一个view 如果您没建工程的话 您通过这个file new project 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建一个跟我一样建一个工程 我选的是简单的view工程 您用这个就能建一个跟我一样的工程 因为我建完了 所以说我就不再建了 好不好 这是工程刚建完时的样子 那么咱们在这里面 如果咱们想读取系统级的环境变量的时候 咱们该怎么做 很简单 咱们使用这个at 然后敲上这个environment 我最近的用语发现可以 好 试试 然后加上一个反斜杠 这个反斜杠是按住这个option键 然后再点反斜杠就出来这个 如果您不用这个 不按住这个option键的话 它出来是这个东西 这是不行的 要反斜杠OK 然后比如说 它给咱们提供了多如牛毛的系统级的变量 咱们今天只用这个颜色模式 叫做color schema 我看这个这怎么拼来着 EMA对吧 EME EME对吧 OK 这个咱们会读取到系统的颜色数据 或者说颜色变量 咱们给它附上一个新的值 那么咱们会把系统级的颜色schema 附给咱们的叫一个模式的 这么一个变量钟来 这样的话 咱们在咱们的sweet的编码中 就能够读取到这个变量 好不好 咱们实验一下 比如说 咱们想看看这个变量是什么内容 我这地方就可以这么想 比如说 咱们这个叫做系统 比如说叫系统颜色模式 然后呢 我后面的准备给上它 怎么给 注意看 还是刚才的那个反斜杠 然后呢 我会先判断 如果咱们取到的这个mode 它等于点 dark dark是咱们整个系统的黑模式 如果你要是读到的是这个黑模式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在这个画面中给大家显示 比如说 暗黑模式 行吗 稍等 这个地方 不对 应该写在括号里面 暗黑模式 暗黑模式 没问题吧 如果咱们取到的变量 不是这个dark 那么咱们认为是白昼模式 行吗 瞧 白昼模式 OK 存盘 然后咱们试一试 我编译一下 这地方敲错了 I'm sorry 最近一直在学英文 I'm sorry 好 这样的话 日语叫 gomenasai すみません OK 出来了 大请看 现在是白昼模式 如果我想测验一下 是不是 咱们在实际运行中 会看到什么模式 咱们这样 我在这个地方 咱们选择一个 现在比较流行的 iPhone 11 Pro 行吗 然后我直接把它运行起 这个模拟器 咱们试一试 现在应该是正在运行 对吧 然后会打开咱们的APP 现在咱们看到的应该是 怎么这么慢 好 出来了 哎呀 我这个iMark 可是2015年买的 确实是五年前了 有点老啊 出来了吧 现在咱们它检测到的是白昼模式 如果咱们想把它变成暗黑模式 怎么做 咱们在系统中是可以调的 选择这个设置 然后我看看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开发者模式 在这里面有一个大请看 黑模式 当咱们点击暗黑模式的时候 整个天就黑下来了 对吧 然后咱们再回到咱们的应用程序 点一下 看一下 大家请看 变成了暗黑模式 而且呢 字体颜色呢 会自动的发生改变 对吧 OK 这个就说 咱们读取到了系统级的变量 哎 哪去了 咱们读取到了系统级的变量 同时咱们根据这变量的内容呢 咱们把画面上显示的内容呢 进行改变 对吧 OK 再比如说 呃 咱们呢 画面上可能有些个文字 对吧 然后咱们想根据用户选择是不是暗黑模式 咱们动态改变一下颜色的显示方式 文字的显示方式呢 该怎么做 咱们简单试一试啊 呃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 咱们再添加一个文本框 好不好 那是少 我把 我把那preview关掉 咱今天不用preview啊 呃 比如说 咱们就叫做 随便敲 小马视频 可以吧 OK 然后我给这文本框 附上一个 font 字体 咱给蜡指 title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 比如说 咱们先给一个 背景色 background 然后咱们 这个地方 咱们还是先判断一下 是不是 dark模式 对吧 如果背景色 如果用户是暗黑模式的话 那么我的背景色 呃 咱的背景色 如果是暗黑模式的话 咱的背景色给 咱们就给黑吧 你是暗黑模式 那我就适应这个系统 给一个black 对吧 否则 就说你不是暗黑模式 这我就给一个别的 我给一个 黄颜色 黄背景 行吗 OK 那么咱们再来一个 前景色 前景色判断 如果你是暗黑模式的话 对吧 那么 刚刚 咱们刚刚给完这个 背景色 对吧 那么咱们就需要 给下前景色 如果你是暗黑模式 前景色 我给白 没问题吧 如果你不是暗黑模式的话 咱们背景是黄 前景色 咱们给个黑 行吗 OK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逻辑 大家请看 我 怎么 这怎么报错了 什么错这是 我看一下 没有返回值 OK OK Very good 我知道了 咱们因为敲了两个text的空间 所以说咱们应该加一个Vstack 对吧 稍等 我给您加一个 哎呀 这报错了 咱就手工敲吧 Vstack 没有问题 把这两个空间拷回过来 因为它的这个body的根空间 只能有一个root 只能有一个root的view 对吧 OK 咱们再编译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好 咱们运行起来 看结果 根据系统的颜色模式不同 咱们定制了一个文本框 同时显示出这个文本框 要适应系统表现出不同的颜色 比如现在是暗黑模式 咱大家看 暗黑模式的前提下 对吧 我给的是背景是黑 大家能看到吧 背景是黑 前景是白 我的小码视频 是这个颜色模式 对吧 OK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把这模式再改一下 咱们改成刚才的 哎 我看去哪了 开发者 咱们把它变成白昼模式 咱们再回到咱们的APP 对吧 点击再看 因为是白昼模式 我设的是背景是黄 前景是黑 这也都出来了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点我再改一下 咱们再给它加一个padding 可以吧 这padding一般是加在前面 不要加在这 是这样 因为随着咱们编码越多 您都会发现 这些个修饰符 前后顺序 其实对咱的显示效果 是有影响的 OK 这个拍挺生效了 是吧 OK 然后比如咱们再加上一个 呃 圆编 对吧 看起来更像是按钮 我系统总来说还是有点慢 这怎么这个圆编没出来呢 这圆编今天没出来 我再编一下试试看 嗯 出来了是吧 这个就是根据咱前后顺序的不同的 它可能会显示出不同的效果 这个呢 是这样 如果您在编码过程中 您发现您的显示效果和小码视频里显示效果不一样的话 有可能是您这个修饰器前后的顺序呢 不一致 您要和我保持一致 您看到效果呢 就是我课件中显示的效果 好不好 OK 然后是这样啊 就是说 我今天给您演示了一个 咱们读取系统级数据的一个方法 我今天给您演示的是 颜色模式这个属性 其实咱们能够读到好多的属性 那么咱们怎么知道 还能够使用哪些个属性呢 我呢 这给您准备了一个网站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苹果官方的网站 在这个地方 您访问这个网址 能够取得到 所有的系统数据的key的写法 您通过这个网址呢 就能够看到 您所要可以使用的key呢 在这个地方都有显示 比如说咱们刚刚给用的这个颜色的schema 是吧 都能看到 您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找到 您想要读取的系统级的数据 比如咱们常用这个 颜色大小分类大小都有啊 常用的一些信息 在这个地方呢 您都能够找到 好不好 包括今后这个presentation mode 这个今后我也会给您演示 非常常用 咱们可能要开个窗币 然后把它关上的话 一般都要用到这个 这个mode啊 OK 这就是咱们今天我给您演示的 如何咱们在Suite UI中 读取到iOS系统数据的方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这个技术呢 在我今后课程中呢 会经常的用到 希望呢 咱们要学会这个知识点 哦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